全球首位AI律师在美国伸张正义 美国Joshua Belder在18岁时制作了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Denad Pay 目的就是处理无数无理的停车罚单等案件 2015推辞出全球首位AI机器人律师 一年间AI机器人律师就处理25万张停车罚单案件 并使其中16万张免于支付罚金 成功率超过60% Denad Pay经过数年演变 法律功能持续拓展 现已为用户解决更多各类型的法律诉讼问题 能处理近千种法律案件类型 包括机票退订 个人资料外泄 包括运送延迟 保险理赔 买房纠纷 不合理银行收费等消费争议 电话诈骗等 用户不需支付昂贵的律师费 就解决此些相关的法律问题 Denad Pay的服务范围亦不断扩张 现实 系统已经能够在全美50个州 让无法承担昂贵法律服务费用的市民 有机会行使个人权利 在不公平事情上跟企业周旋 争取自身利益 该公司近期更公开表示 只要让机器人律师代替出庭辩护 就能获得百万美金 方式是律师或被告人同意全程佩戴蓝牙耳机 让机器人可以聆听法庭的辩论 在适当的指令下 机器人将提供使用者完整的回应 并再由使用者如实反馈给法官 为该公司收到来自律师协会的警告 而政府已先明令禁止 AI机器人处理案件此一行为